还没出生的小baby都被妈妈带去作案了 就是台北市刑大今天所破获的一个窃盗集团 逮捕了六名的嫌犯 当中有两个竟然是孕妇 原来这个窃盗集团呢专门挑豪宅下手 前进人家家里呢 去偷人家这个信用卡的副卡 然后拿出来请孕妇帮他们拿到3C的卖场去刷卡 想说人家看到是孕妇就比较不会找麻烦 现在盗刷信用卡的金额已经高达了300多万元 目前还有两名的共犯在逃 用外套遮着脸不敢面对镜头 挺着大肚子的两名孕妇 近视窃盗集团的成员 警方经过四个多月的跟进调查 终于破获这个以周性嫌犯为首的窃盗集团 警方调查任命嫌犯偷遍中部以北各个地区 以技巧性的手法在深夜潜入豪宅 偷取现金或信用卡 为了掩人耳目 还不把被害人皮包整个偷走 并放入失效的信用卡当为替代品 得手后随后转往各大卖场 盗刷3C用品或金饰 并在转手低价卖出 而两名孕妇就是集团中负责盗刷的车手 盗刷的部分他怕人家发现 他有雇用了两个孕妇的车手 车手就是代表说 他为这个集团里面在盗刷用的 然后他用的名义就是说 要去刷3C产品的录影机 他就说为了要看小孩子成长 然后去盗刷避免那个商家起义 作案手法细腻 让该切盗集团作案次数高达41次财被贷 光盗刷的金额就高达300多万 得手赃款出估上千万元 目前还有两名共犯在逃 警方将深入调查 要将两人早日生之以法 这是许志明丽育兹 台北采访报道